在这个图后是布萨,布萨就是中型 然后他的班匠联谷AF是跟班匠联谷CDE是一样的 所以AF在这边,他跟CDE的这个联谷的强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到这边,还有这边到这边,是相同长度的 然后相同长度的话,有一个 theory 相同长度的language,假设这边跟这边相同的话 这两个角度会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跟这边相同的角度 也就是说这个点出来这里,这个点出来这里 会是40度,因为跟他一样 然后现在就要找中间这个角度 同样的出发点出去,也是一样 然后,假设AB去到O,跟AB去到C 中间的会是Double的,两倍 所以假设这里是X,这里就是2X 所以这里是40度,这里就会Double,就会是40度 乘2,也就是80度 然后,在圆形里面的对角,有两个做法 圆形里面如果是随便一个四角形 对面的相加一定是180度 所以假设这里是X,这里是Y X加Y会是180度 所以看回这里的话,你要找X 其实你刚才还没有找到这个80度就可以找到了 这个40的对面就可以跟X相加,相加是180度 所以40加X会等于180度 所以会找到X是180度-40度 也等于140度 这个是题目 然后,它是一个中方形 然后,Q是Bosan-Sukuan,就是一个四分之一 Sukuan代表的是四分之一的圆形 QPR就是这边,四分之一就是90度 还有QTW也是这边90度 Q是它们的中心 然后,R也是RSU跟RXV的中心 RXV在这边,它是它们的中心点 RXV在这边,它也是它们的中心点 然后,它说LocusA是Bergara M8CM代表Q 就是从Q出去4CM 所以,从Q出去4CM就是这里 所以,Q出去4CM就是这边 就这样子画整个圈出来 这个东西 就是LocusA LocusB的话是讲 超过2CM代表R,就比R多2CM R多2CM是这边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就会比R多2CM 然后,它问的是它要Cheribersilangan 就是交界点 所以,这条线跟这边交界点的话 只有这个部分 所以,是交界点 不然,没有其他点可以碰到 这是一个长方形PQRS 然后,有一个PUS的三角形 一个SUT的三角形 然后,题目问的是Purimeter 然后,什么都没有给我们 所以,Purimeter的话就照写就可以了 看了从哪里开始 是我的话,从这边开始 第一个 周长的话,就是周围的长路加起来 所以,从这边开始走 这里叫做PU 再加这里 就是UT 再加这里 PS 再加这里 SR 再加这里 RQ 再加回去这里 QP 就是周长 如果什么都没有给你 就这样子留着 这个叫位指数 这样留着就可以了 不用写等于多少 就这样子 就是它的周长了 如果硬要写等于的话 就是Purimeter等于 这个加这个 加这个 加这个 就可以了 周长的话 里面这个不可以算 里面这个不可以算 就叫周围的长度 加Purimeter 这个是题目 一个圆形在一个三角形里面 然后PQ是13cm QR是14cm Pr是41cm 然后用圆形的圆力 圆形碰到一个点的地方 叫做Tangent 如果两个Tangent 碰在一起 它们就会相同长度 所以这里的话也是一样 这里L跟N跟M 都是它的Tangent 都碰到一个点 所以这边跟这边相同长度 称它为X 然后这边跟这边相同长度 称它为Y 这里跟这里相同长度 称为Z 然后记得X要写 这样倒反的 Y可以照样Z 的话中间多一个横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写出来 这个X跟Y是11cm 所以就写这样 然后这里的话是Y跟Z 是14cm 然后这里是X跟Z 13cm 然后就把它们都拿出来 X等于11cm-Y 然后Z等于14cm-Y 这两个跨虎 这两个跨虎起来就不会乱 就等于13cm 然后11cm-Y 再拆掉你的跨虎 11-14是25 -25 减Y 然后-25 2 半去后面 这个拆虎 然后-2 半去后面就除 然后跨虎 然后跨虎 然后就可以放回来这里 Z等于14CN-Y是6CN放进去,所以14CN-6等于8CN 这里也是一样,招槽Y是6CN放进去,所以等于5CN 然后就可以填回来X5的话,这里就是5CN 然后Y是6的话,这里就可以放回6CN 然后这个是8CN 然后题目要PL,PL就是这边,所以就是5CN 然后QM的话是这里,所以是8CN RN的话是这边,所以是6CN 这是题目一个圆形,然后PQ是Dangent PQ是15CN,QR是9CN,然后要我们找半径的长度 然后先把这个三条形画出来 先简介一简 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长度是15瓜萨2加9瓜萨2 然后再BUNCHIA瓜萨2加106 换成小数点的话是17.4928 然后 然后就算它的 角度 把 这个角度照出来,所以方法在这边 就这一个,用Dangent 然后最后进位小数点的话是算到这一个 然后也就是 就是这边的角度 这个角度 然后接下来就要找到这里 这里的话,这边是90度,所以拿90度来减 就会减到是59.03多度 然后 接下来就把 这个三角形放大出来,也就是这样 这样放大出来,这边是17.49CM 然后可以把它分成一半 因为这边两边都是半径 把它分成一半,这边也是90度 然后 分成一半画出来的话,17.49除2 8.75,角度一样 然后 然后 要找这个OP就是半径 所以这边对面是O 这边是A 这里是H 所以就用A跟H 所以用COS A除H 算到来,净位是17CM 然后 这里不准确是因为我们这里拿的数目 这里也没有小数点 这里也会很精准的一个度数 出来就会准准是17CM